现在呢在灾区里面是许多多的学子 最盼望呢就是赶快能够回到自己的学校来上课 而同样的大爱记者呢 也在灾区里面看到了许多多居民的这种强韧的生命力 因为在当地居民呢 如果暂时得不到万元的话 干脆自己转开了双手进行各项的重建 比方说我们带您看到的这边呢是在石方市 石方市这边有个联合村 这个农村里面呢就有居民利用镇宝房屋里面的砖块了 屋梁就把这些废物利用就在院子的空地里面 组成了自己设计的临时住屋 这个住屋呢不但通风凉爽 而且的施工非常的容易 看到了有邻居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 所以附近的街坊邻居马上开始模仿 也就造成了这种自立利人的一个善的效应 四川石方市联合村的马合友爬上屋顶悄悄打打 把塑胶布盯牢 再把波烂板净齐的排放在屋顶 这是他在地震后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盖的一个简单临时房舍 马合友把电视风扇等家具也搬到屋里 因为这里比帐篷舒服多了 建材是取自于原来倒塌的房屋 所以只要支付工人工钱和少部分的材料费用 这样的想法让当地领导很赞同 利用这种旧料 就是说原油的这种网 包括这种船皮吧 利用这种来改建这种 因为从老板的经济的角度上说 还有不必要花太多的钱 这位大叔在后院里把他下的砖头用小推车运到外面的空地 运他看了马合友的零食屋也决定跟着盖 同样的例子正在联合村里不断上远 这样利用原来倒塌房屋砖瓦物粮盖的临时房屋 砖瓦高度不会太高 以免倒塌发生危险 而上半部则用木头撑起 兼顾通风 是农村乡亲们自己想出来的解决方案 紫棋正在团江里文黄林浩 四川报道 好 那么现在四川的同样是在两个地点 正在团分批来进行各项的复卫工作 而现在的最首要的工作呢 就是心灵的重建 就是要用满满无私的爱 让居民呢能够从伤痛当中走出来 再加上大家的互助关怀 赶快展开各项的重建 这个爱的接力呢到了第五题次 而第四题次的振灾团 今天则是透过了视讯连线 和这言上人分享了在灾区里面 所看到的点点滴滴 他们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到当地的灾民纷纷响应 这样的爱的行动 一起加入志工付出的行列 所以上人今天也特别其免所有的慈禁人 现在开始第二阶段呢 就是要建设一个心灵平台 帮助灾民真正的能够走出上头 透过视讯会议 第四题次的慈离振灾团 向上人报告灾区情况与心得 连续前面三团用爱铺出的道路 慈离志工这次走入了尊道正的捧花村 将近一个星期的陪伴 志工与当地居民建立起家人般的感情 离别前夕孩子们也流下不舍的眼泪 慈禧志工用实际行动获得当地居民的肯定 像棚花村的张乐兰婆婆就主动提供场地 要让慈禧人摆放物资 而在慈禧志工的陪伴下 许多灾民投入了志工的行列 上人也提醒慈禧人要重视心灵上的辅导 要辅导他们把那一份散截 我们要去挨啊 我们要去挨啊 现在开始了 这心灵平台把它尽设起来 从毕露蓝绿到如今搭起心灵的平台 慈禧人用的不只是爱心 还有多年来慈善正灾的经验 希望这份人文之爱 能早日扶贫灾民身心的伤痛 大爱心我黄思琪问国家 欢迎报道 不管是在加拿大 在马来西亚 在日本 在世界各地 直到现在为止 当大多数人呢 都正在比方说 过中国的端午节的时候呢 有许许多多的志工 却是走上了街头 深入了社区来进行善念 还有木星和木款 同样的在四川地震的灾区 有这么一群刺激志工呢 他们放弃跟自己家人团圆了机会 而是用更无私的大爱 去陪伴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灾民 那么不管是在什么样地方 用什么样的方式 今天正言上人说 这就是分秒不空过 同时呢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做对的事 每逢家节被私亲 端午节是华人三大节日之一 应该是将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但是在四川却无数家庭被地震震税 慈激人走进灾区 把应景食物粽子送到 也陪着灾民来到孩子纪念碑前 祈祷祝福 当一家人都在团圆的时候 他们却是在异乡里 去陪伴这一群受苦难人 感恩所有的无言大词 同体宝贝 这种无悔无有 去用心用爱付出 在马来西亚 慈激人未穿免赠灾的行动 受到当地政府肯定 核发街头募款许可证 让志工可以安心 放心地为灾民募兴募款 加拿大政府也以 一加一的配对捐款政策 来响应慈激劝募 如今募款已达加币450万元 这都是慈激 被肯定 被信任 这都是常年累业 用爱铺的路走过来的 那一种的自成无私 是最感人的 分秒不恐果 做对的事 那就是智慧人 落地皆兄弟和毕一家亲 戴上行居福源 爱的付出 会是引领苦难人 走向光明的幸福路 但新闻的真 当明一话电报道 下注